赵丽颖是修饰女王 虽然有匪的成绩不太理想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和赵丽颖没有关系 这并非是替她甩锅 因为粗制滥造的剧谁也救不了 布贴脸的配音也是剧组的选择 如果这部剧没有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 根本没有任何能吸引观众的点 更不可能有如今这般的急军破译的亮眼成绩 赵丽颖是真正的热剧体制 她主演的暴剧非常多 也带红了不少明星艺人 豆霄李沁在与她合作后 事业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邓伦第一次被大众关注 也是因为饰演了楚桥传中的某个角色 重要的配角们几乎全是被塞进来的爱豆 这些人演技奇差 全是角色可以说全是得非常不到位 但是没办法有公司在背后捧着 都知道赵丽颖是额场的代言人 在所有平台中 赵丽颖与额的关系也是最近的 流量艺人或多或少 都是需要依赖平台的 据悉赵丽颖与额场有战略合作 对方会给她提供很多资源 还会帮她牵线代言 对她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并不需要她付出什么 只要在演戏的时候 帮忙带一下额场旗下的新人就可以了 与其说 再不如说是塞一些新人近她的距离 这本身对她来说是没有损失的 不只是她有很多演员都是这样与额场合作的 额场旗下的八位代言人 估计距离都会被塞一些新人 如果是演技好的新人的话 给一些机会也无所谓 只是希望不要用爱豆来霍霍剧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